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好丑哦 呦 你好 展公主殿下 我是来取你狗命的 哥哥 不对 宿主只有性情没有记忆 他不认识我了 就你 值三万斤 确实是他 为什么连他也有武功 为什么只有我穿过来是个废物 我要是有法力 直接一捅南北荒成为女帝 省得整日眼巴巴看这些男人 斗来斗去 糟心得很 阁下的目的 是毁了这次南北和亲 对吧 现在说出幕后指使之 我可保你一个全尸 不知道为什么 今夜第一眼看见你 我就气得很 就好像 我与你 积攒了好几世的仇怨 巧了 我也有这种感觉 说起来 袁书中哥哥好像也有这么一个不对付的死对头 是谁来着 好像也是袁书中的第九千叶吧 喂 你们不要再打了 在我的故事线走完前 如果你们在幻境里死去 就会真的死去 你护得了他一时 护得了他一世吗 你是太子 又不能整日贴身黏着他 只要他死去 南北荒就可以重新乱起来 无数只眼睛盯着他呢 不止我一个 后会有期 南公正 他走了 你没受伤吧 你怎么了 我若是有功力 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你们打起来 而无能为力 你笑什么 你在担心我吗 早知道我应该故意输给他 再受些伤你会不会更担心 你 你 你 喂 刚刚多浪漫的情节 你怎么半路跑了 你之前说 我的任务就是一步步走完千年前的公主的事件 那么 我的最后一个任务 是不是做出和千年前的公主一样的决定 那就是 在大婚之夜 杀死太子 然后自吻 no no 你只需要杀死太子 这就已经足够虐猎了 你不需要自吻 幻境便会解开 那我哥哥呢 只要你完成所有故事线 所有宿主皆会摆脱幻境 除了 离死之人 也就是说 要么 我们永远被困幻境 生生世世 要么 牺牲引一人 唤其余人解脱出去 公主殿下 太子殿下 刚刚连夜带兵离开皇宫了 说要去剿匪 他疯了 刚刚打完仗回来 劳累奔波 怎么要去 小白听闻 刚刚太子殿下自宁离开他的寝宫后 大半夜的去面见陛下 说要军功 陛下说 他若能再立一大功 便将精灵神器赐予他 精灵神器 您不知道吗 那可是鼎鼎有名的镇国神器 凡人若能吸纳他便可脱胎换骨 移山填海 平天百年功力 公主殿下 您不能出征 你 南宫章 你不要去 我什么都不要 我不能再欠你的了 你们有没有听到 好像有人在唤太子殿下 今夜风雪太大 我什么也没听到 容容 黄浅 多年不见 我好想你啊 爹你也来了 你是担心我 所以和哥哥一起来找我对吗 哥哥 皇兄没有来 只有我来了 谢谢你们 你值得呀 公主殿下 刚刚大总管说 太子殿下临走前还交代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 等待太苦了 您不要等他 从很久以前起 我就喜欢上你了 在你不知道的时候 也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他究竟是谁 他等了我很久吗 他从什么时候起 喜欢上我的 黄姐 你去哪里 去曹书阁 好好学习 谁都会离开我 唯有学习不会 他好热血 人气来了 对吧对吧 他冲涌的 小公主 你觉得自己拦得住我吗 我可以追您吗 我太喜欢您了 你出生的时候 脑浆是不是漏了不少 所以我做什么都容易漏性 喜欢您也是 你倒也不用称我为您 你毕竟是一国公主 我就想称呼您 这样就可以把你放在心上了呀 你几岁 十八了 你我二人相差整整十岁 你出身尊贵 你可以有安定优渥的生活 而我 注定与阴谋和死亡相伴一生 你离我越远越好 明白 你能不能别说话了 你一说话 我之后几天就会满脑子都是你的声音 做什么都做不进去 你能不能听明白我的话 你清醒一点 我与你的身份 注定不可能 你以后有本事 不要再让我看见你啊 不然我看见你一次 我就喜欢一次 有点不急 我东西ทำ下 好 你不会最好 你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